神秘的虎斑乌贼到底有哪些独特技能 受到惊吓它就喷没 捕获了 其一的雌雄海马到底如何完成传宗接代 爸爸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这个爸爸的肚子有个大的育儿的 养殖户尽心尽力挑战却接连不断 看高手来了难题迎刃而解 高手来了海洋里的致腹精 马上播出 乌贼已遇到危险时喷没和善于逃跑而得名 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高蛋白低脂肪食品 肉质鲜美口感弹性十足 东山县位于我国东南沿海 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线 这里有长达181.47公里的海岸线 18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 适合发展海水养殖 为了保护海洋野生乌贼种群 近年来开始进行人工饲养 乌贼受精卵孵化后 经过50天左右的种苗培育阶段 才能放到海上网乡里养殖 再经过三到四个月才能上市销售 养殖户刘德梦就是把买来的乌贼苗放到海上网乡养殖 靠卖大乌贼赚钱 去年第一年养殖 他就遇到了乌贼死亡比较多的问题 今年又到了引进乌贼苗的季节 该怎么做呢 求助人 刘德梦 养殖乌贼第二年 求助问题 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接到求助 帮小妹在一家乌贼育苗基地 见到了刘德梦 刘德梦在这个育苗基地 预定了五千只乌贼苗 由于去年海上网乡养殖的乌贼成活率低 他担心可能会和苗的质量有关 最近隔三差五来到这里 观察乌贼苗的长势 因为是一个新产品 所以我要尊重一点自己去体会去体验 这些乌贼有着许多类似老虎 虎斑纹的图案 长大后尤其明显 因此叫虎斑乌贼 它们生长速度快 体型大 五厘米大小的苗 放入网乡养殖三个月 体重达五百克 即可上市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对对 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 它就惊吓了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对 受到惊吓它就喷没 它相当于是伪装大师一样 在自然条件下 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 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 这让它们进化出许多 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 快速变色伪装 面临威胁时 它们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 制造逃脱机会 像裙子一样摆动的发光器 帮助乌贼在深海中吓退敌人 除了观察苗的大小外 刘德梦对于乌贼的进食情况 更是格外关注 大哥 小乌贼吃什么呀 那个冰仙的那个虾 虾在水里慢慢地往下沉 一看到就锁定目标 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 伸出来把它抱回去 它就啃在水里慢慢地咬 慢慢地咬 刘德梦认为 小乌贼的进食情况 也会影响以后养殖的成活率 如果乌贼苗表现出旺盛的食欲 就代表它活力强 乌贼苗每次进食后 育苗基地还要及时清理池中的残渣 保证水质干净 小乌贼生活的水质好 吃得也好 这让刘德梦很放心 紧接着 他带着帮小妹回到码头 拉上鱼网 在提前准备的鱼牌上 给乌贼安家 网子能很好地防止身体柔软的乌贼逃跑 今年为了提高乌贼的成活率 除了换新网外 刘德梦还专门购置了运动相机 方便观察水下乌贼的涨势情况 为了尽快帮助刘德梦解决问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忙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乌贼科研领域的专家 本期节目帮忙团专家 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研究乌贼三十年 在浪漫的求偶记 雄性虎斑乌贼会变成色彩斑斓的舞者 交配后雄性虎斑表现出明显的 伴游护卫行为 直到雌乌贼顺利产卵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 小乌贼就会破乱而出 人工养殖乌贼不仅是一项科研任务 更关乎老百姓蓝色粮仓的安全 经过十余年的研究 蒋霞敏的科研团队率先突破了 虎斑乌贼规模化养殖关键技术 接到任务 蒋霞敏带着他的团队前往帮扶 由于现在已经没有去年存活下来的乌贼 蒋霞敏和他的团队只能逐一检查 韩庆喜负责检测水质 彭瑞斌负责查看乌贼苗的品质 蒋霞敏负责统一把关 蒋霞敏质值8.03 温度23.8 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 盐度的话是33 这个都达到我们物质养殖的标准的 可能去年放得比较早是吧 对对对 水月初 水月初 水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十九度左右 那肯定不行啊 出乌了 经过检测 虽然当下水温达标 水质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去年刘德梦在四月初 就投放乌贼苗 十几摄氏度的水温并不适宜乌贼生长 影响乌贼进食的积极性 专家指出 这是去年乌贼成活率低的一个原因 养乌贼就是养着条件要适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总的质量 是要保证的 刘德梦预定的这些乌贼苗的质量 专家是如何判断呢 怎么看 比如说我们动它 它反应到很迅速 代表这个活力都很好 它瞬间变色 也说明它活力要比较好 我会到那个乌贼场里面去观察一下 最主要的是看那个个头的大小 它一般看 我去看这个苗大不大 它其他方面 它可能相对来说关注没那么多 恰恰还有一些很细的东西 要观察尤其是苗的活力 基地里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 蒋家敏认为 问题可能仍然集中在给小乌贼安家的过程 给小乌贼安家第一步 就是挑选达到标准的乌贼 那么这里的乌贼苗是否达标呢 这个动场就五公分多了 三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人工养殖虎斑乌贼 动场至少要达到三厘米 而在此之前必须完成耳料驯化 为海上网香养殖打好基础 乌贼习惯吃活时 动场2.5厘米以下的乌贼 主要采食活体康虾 而在海上网香养殖的过程中 冰鲜鱼虾是乌贼的主要食物来源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 看它吃得怎么样 都来抱了 都抱着虾 已经给你驯化好了 驯化好的话 我成活力可以达到90%多 驯化不好的成活力才30%多 因为那时候买的苗太小了 我在海里自己驯化了 所以质量比较不好 刘德梦去年买苗比较早 买到的苗也比较小 还没有完成耳料驯化 就放到了海里 影响了乌贼的进食情况 专家判断 这也是导致去年 乌贼成活率低的一个原因 在这个网香里头 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 那么月苗场驯化 水泥池浅嘛 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 它能不能吃 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 那我就审视了 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 喂下去它就吃了 今天蒋霞敏的团队 通过检测检查 判断当下这一批乌贼苗 可以下海 为了实现全过程的帮扶 蒋霞敏准备帮助刘德梦 把符合条件的700只乌贼苗 运到大海 并给它们安好家 之前您见过吗 打包这个环节 没看到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 蒋霞敏特意制定了要求 每只带装三分之一的水 30只乌贼苗充氧气后 还要带上黑色塑料袋闭光 保持温度恒定在20摄氏度左右 并且必须在两个小时内 完成打包 运输和投放 来了 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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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先给我 你尽快的 尽快 轻轻地倒过去 我能帮帮您吗 可以 动作要轻了 速度要快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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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全给撒掉了 算了 你别弄了 下面就养着大乌贼 他一下去 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 还是挺心疼的了 我当时特别自责 只有我一个人掉链子了 那种滋味 特别想哭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 打包运输过程 就是和时间赛跑 有老师来跟我八卦 我很感激 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 真的很感谢 来 来 来 上去 上去 好 来 可以了 是吧 那就出发吧 700只乌贼苗 按计划打包装车完毕 运往海上的家 为了避免应急反应 打包好的乌贼苗 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 完全适应后 再倒入网乡 来 死了一只 700只左右 就死了一个 成活率99.99%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 三个小时一会儿 给它弄得晕晕乎乎的烧 让它挺一下 三个小时后 乌贼出现了动静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是的 是的 这是饿了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 为了提升成活率 蒋霞敏交给了刘德梦 给乌贼投喂兵鲜饵料的技巧 乌贼跟那些鱼还不一样 扯到底下了 它就不去吃了 它就不吃了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 在那儿投 那个地方那个点 它都知道过来吃了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 那这样一说了 怎么去养殖了 怎么去挑苗了 我现在就清楚了 很有信心 帮小妹摸到了什么 让她大声惊呼 啊 硬啊 它的尾巴在勾我 养殖户遇到什么问题 让她损失惨重 每天就损失两千多块钱 一个月就好几万 帮帮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解决难题 请继续收看高手来了 海洋里的致富精 海马 海洋里的一种小型生物 营养价值高 人们常用它泡酒 煲汤也可以入药 山东省微海市 三面环海 资源丰富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微海市海洋发展局 大力发展海洋渔业 其中海马就是当地发展的 一个新兴产业 很多人看到商机加入进来 徐庆辉就是其中之一 你看这海马长得也挺好的 看着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产的这么少呢 本期节目求助人徐庆辉 求助问题 海马产材少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 实地了解情况 我的海马就在这里面的 中间那些黑色很密的是海马吗 是 这就是海马 刚出生的 很小 一公分那么大 这个海马大呀 这个是我的种马 就是现在已经产小海马了 它的头真的特别像马的头 都是那种细长的 对 对 它就是形似那个马头嘛 海马是硬骨鱼缸 海龙科海马鼠的一员 它用腮呼吸 有背脊 属于正儿八经的鱼类 但是在进化过程中 尾鳍变成了尾巴 又因为头部长得像马头 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海马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 它咬人吗 不咬的 真的吗 你睡一下 没事 没事 你又拿 你看它嘴很小的 咬不到你的 是 我感觉它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全是骨头 摸上去感觉都能磕手 它的尾巴在勾我 它就是靠这个尾巴来固定 把自己固定之后 才能休息 不让水冲走了 作为我们的养殖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个 仿咱们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 一个像那珊瑚了水草的东西 放的那个铁架子 就是专门供它们休息的 对 对 对 这个海马就是喜欢群居 故障就是缠绕 聚在一起休息 自然环境下 海马多栖息在 浅海的珊瑚或海草中 由于身体瘦小 游动速度又特别慢 很容易被海浪卷走 只能用强有力的尾巴 勾住珊瑚或水草 固定身体 帮小妹发现 有一些海马离开了栅栏 在水中嬉戏 但是它们的动作很是奇怪 你看这些海马好有趣 肚子挨着肚子 然后嘴巴还挨着嘴巴 它们是一对夫妻 这个海马是一夫一妻制的 出现这种动作 说明咱们两个相爱了 老一个你看一下 刚刚就是他俩亲嘴呢 对 对 对 就是这一对 它们的肚子都好大呀 咱们这个是彭腹海马嘛 它的品种就是这样 彭腹海马 所以它这个肚子就大一点 但是我感觉这个肚子 好像更大 摸上去像是气球一样 这个是就已经怀孕了 这个海马 它要做妈妈了 这个你说错了 这个是海马爸爸 爸爸 对呀 爸爸怎么能怀孕生孩子呢 这个爸爸 它肚子有个大的幼儿袋 它可以里面装载 这个小海马包包 太神奇了 跟大部分鱼类不同 海马不是卵生 而是胎生 雌雄海马会以跳舞的方式 相互表达爱意 然后 雌海马会将卵子 排入熊海马腹部的育儿袋中 卵子在育儿袋中 与熊海马的金子相结合 之后由海马爸爸 负责孕育小海马 直到出生 它也是地球上比较罕见的 由雄性负责怀孕和生产的生物 而求助人的问题 就出在了小海马身上 我现在一共就养了 有四千对种马 每天至少要有三十只要在下 按正常的话 一天怎么也要产五千回左右 现在一天就两千回左右 太少了 就少了一半 对 少了一半 一只海马 一胎可产二百多只小海马 而徐庆辉这里 只能产一百只左右 这让徐庆辉非常着急 一条就一块钱了 每天就损失两千多块钱 一个月就好几万 海马出生时 体长一厘米左右 养殖五到六个月 长到十四厘米左右 达到性成熟 就可以作为商品海马销售了 它晒得干海马 一般都是要干品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直到在摆好 在一个一个的晾晒 惠哥听您说话不像本地人 我是河南来 十七八岁就过这边打工 那个时候是养鱼 养虾 像鱼虾这样传统的海产 养熟悉了后 他把目光转向了一种 新兴的海产养殖 海马 为了节约养殖成本 徐庆辉就从养成的海马里面 挑选出一部分种海马 自己尝试做繁育 谁知却遇到了 产宰少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投入 来买海马小苗 创业的艰辛 家庭的压力 这让徐庆辉陷入了困境 为了帮徐庆辉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养殖海马的高手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余兰良 从事海马养殖十年 年繁育海马两千多万只 看这个姿势 小海马出来了 它是喷出来的 对对对 太震撼了 我第一次看到海马生孩子 它就是把背拱起来 像火山喷发一样一蓄力 小海马就从肚子里出来了 好神奇啊 小海马刚生出来是白色的 因为在月儿袋里面 它是不见光的 是白色的 出来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于兰良在海马繁育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那么它能否帮求助人 解决产财少的难题呢 帮小妹带着专家余兰良 来到了徐庆辉的养殖大棚 经过全面排查 徐庆辉这里的养殖环境 水质 饲料都没有问题 又查看了肿海马 也没有问题 那么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专家又来到另一个车间查看 徐庆辉的妻子 正在捞刚出生的小海马 没想到专家一下就急了 这怎么八点多了 你才捞海马呀 接受孩子上学 所以就八点多九点那会儿捞 那就太晚了 晚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海马会吃小海马的 徐庆辉以前没有看到过 大海马吃小海马的情景 所以对于专家说的这一问题 很是疑惑 你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明天早上咱们早一点 来观察一下 到底有没有 小海马被大海马吃掉这个现象 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 专家和农户约好 第二天早晨再来查看 结果究竟如何呢 你看一看 盯一下盯一下那条你看 你看这个 真的吃了 哎呀还真有吃的 你看你看 大海马水的小海马油呢 哎呀闪开闪开不要吃啊 拿超网赶快捞吧 等等我们俩上去 哎呀快点捞 赶紧捞啊 这吃一条少了一条啊 经过三人的努力 把池子里的小海马 抢捞了出来 但徐庆辉仍然有些疑惑 大海马为何会吃小海马呢 海马饿了一晚上了 灯一亮海马就自己就油起来了 它就到处找食物 另一方面呢 你看看扎这个小海马呢 和扎吃那个耳料 康虾个体大小都一样 所以说它可能就会误认为 它呢是耳料了 哦 是这样的 所以这造型是 大海马吃小海马了 海马的活动对光照有一定要求 一般都是白天活动 晚上休息 尤其是捕食 它只在有光的环境中吃东西 而且海马又是一名速度极快的猎手 只需要0.005秒 就能将猎物吸进嘴里 几乎和子弹的速度一样快 所以如果不盯着仔细观察的话 很难发现它在偷吃小海马 小海马少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你有时间啊 可以到我那去参观一下 第二天 帮小妹和徐庆辉 来到专家于兰梁的养殖基地 这里边怎么这么黑啊 我们早晨呢都是不开灯 这个天不亮啊 我们的人员都到齐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三二一开灯 好有仪式感呀 没想到他们那么早 就开始捕这个小海马了 还那么多人 好像在抢兽一样 余老师我那边现在救我媳妇 我们两个人少怎么办 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带着头灯吧 一个池子捞一个池子 这样的话局部的有亮光 没捞到池子它没有光亮 海马它还不可以吃它 参观完养殖场 专家邀请徐庆辉和邦小妹 品尝海马美食 哇这么多好吃的啊 辉哥你吃过没有 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海马 能做这么多美食 来尝一尝我们的油炸海马 又香又脆 尝一下海马佛跳墙 后来没喝过这么咸的汤 现在大家呢 对这个海马呢 也就充分的认识 思想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我一定会加油好好 再继续努力把海马养好 参观学习回去后 徐庆辉就按照专家指导的方法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 就来到车间 带着头灯捞小海马 解决了小海马被吃的问题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 让我对海马有了更多的认识 也提高了我养着的信心 我相信我以后肯定会 把海马养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